上海迪士尼乐园开源五年了 作为连接现实和童话的桥梁 上海迪士尼拥有特别定制的专属游艺项目 这背后其实是综合运用了各类声光电 和多媒体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预盘在一砖一瓦当中 让游客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那么在这个童话世界里 究竟隐藏了哪些建造科技 数字化的建造技术 又将如何一步步颠覆传统的施工模式呢 今天收到我们未来邀请函的嘉宾是 学术代表中国图学学会 比母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于方强 产业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张明 未来邀请函 马上就把未来请过来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 欢迎收看今天的未来邀请函 我是宜斌 屏幕下方是我们栏目最新开通的 科片打假热线和邮箱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线索 可以提供给我们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知道今年正好是上海迪士尼建成开源的五周年 我们也了解到上海建工承接了上海迪士尼乐园最大的主题园区 叫梦幻世界的建设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之前我们节目也做过超高层建筑的一些知识点 但是在我们看来游乐园的建成和超高层建筑的难点应该是不同的 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他们的难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造超高层 我们要研究怎么样安全的建造 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混凝土能够送到几百米的高空 怎么样进行吊桩 怎么样把这么样一个庞大规模的这个建筑很安全 按照图纸去建设完成 但是建造迪士尼乐园 它有它的自身的特点 它的第一个特点呢 迪士尼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 它是一个游乐园 那么构成游乐园里面 它有建筑 有园林 有游艺设施 那么就它的建筑来说 它跟我们普通的建筑也不一样 因为迪士尼它来源于这个动画片 第二个特点呢 迪士尼对于建造这个乐园 它有非常高的品质要求 我们知道上海的迪士尼 是世界上的第六个迪士尼的乐园 它有一个完整的自身的品质要求 它很多场景呢 是从动画片里来的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城堡的设计 或者是不规则建筑的一些设计 是不是 对 这是我们建造的最大的难度 是不是 对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技术来克服了这个难度呢 当时呢 应该说我们在建造迪士尼的过程当中 我们充分的去应用了BIM技术 去解决这些难点 那BIM技术呢 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叫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那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BIM建筑信息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说 它是用一种数字化的方式 对建筑里面的所有的构建和关系进行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所有的房间 还有它围层房间的所有连柱前板 它都会在电脑里面把它描述得很清楚 还有比如说不同的房间 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连通性 那么它都会在这个模型里面做一个全面的描述 那么有了这个全面的描述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面去模拟它这个建造的过程 那么也可以把这些数据用于我们建造过程中各种分析 甚至用到后续的运维阶段去 我们假设一下当时我们建造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没有用到BIM软件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这个方法方式去建造的话 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举个例子吧 在迪士尼的梦幻世界里面 我们去过的人都会体验 它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游戏 叫矿山飞车 就是它有个假山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坐在它那个矿山飞车里面 从那个假山里穿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体验到光影的效果 这样一个假山 这样一个矿山飞车 我们去的人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假山 或者是这个山 实际上它不是山 它完全是个钢结构 它是钢结构 然后外面通过包覆了网片层 然后做艺术的加工处理 形成这样一个非常逼争的这样一个假山 那么而且这个假山中间是空的 我们矿山飞车的假山里面运行 我们体验到它的光影效果 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设备 而且在这个运行当中 矿山飞车高速的在这里运行 我们没有感觉到有危险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是做了 在电脑当中进行了虚拟的设计 虚拟的仿真 然后这个网片我们是利用数字化的数据 来指挥自动化的加工设备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法去做的话 可能最后我们这个网片都不知道挂在哪里 在我们迪士尼的一些项目里面 有一种三维的异形的钢筋 我们常规的钢筋可能是二维平面的 那么它这种三维的钢筋 可能它的弯折一个是精度比较高 第二个它的造型比较复杂 当时我们就通过这种三维的BIM软件去建模 然后自动去导到这种加工的设备里面 去自动形成三维的造型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技术的话 很有可能它这种钢筋是很难去成型 很难达到这种精度的 从二维图纸到三维计算机精细建模 建筑信息模型 既能让传统图纸难以表达的复杂结构 变得准确而清晰 还能模拟出建造的过程 保障施工步骤能准确地推进 有效提升建筑品质 减少损耗浪费 依托先进的建造科技 上海迪士尼乐园在两年半的时间 便拔地而起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来解决上海迪士尼乐园建筑 和有益设施结构复杂的难题 或许是建造科技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今年来更多新的技术应用 可谓层出不穷 将数字化和建筑建造 进行融合的探索和实践 正逐步加快 我们知道当时 我们做这个迪士尼乐园 用到这个BM技术的时候 已经是五年前了 现在五年时间过去了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 技术上的迭代更新 那我们新增加的这个技术 能为我们的工作 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在迪士尼以后 我们逐步逐步 把围绕BM技术的应用 拓展到数字建造这么样一个概念 怎么样讲这个数字建造呢 实际上我们在电脑当中 去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建筑 那么这个虚拟的建筑 跟实体的建筑 怎么样去实现 它自动的相互的关联 那么这里面可能就用到了 我们现在说的 物联网的技术 我们用到了很多传感器 用到了我们很多的信息采集技术 让电脑当中的信息 跟实物当中的建筑的信息 能够自动的关联 自动的传递 能够实现虚实的互联 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派什么用场 我们在电脑当中 可以进行大数据的分析 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决策 我们有了数据 我们做这个建筑 我们还是靠工人 靠手工劳动 好像这个不够先进吧 所以我们现在在探索 利用现代的自动化的装备 比如说一些施工的机器人 比如说一些自动的加工设备 就像刚才讲的 钢筋的数字加工设备一样 你只要给它数据 它会自动帮你弯折成型 我们就利用这些技术 能够来替代我们原先 手工的作业 虚实的这个数字的结合互通 这个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能不能具体的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从Beam到数字建造 它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越 把更多的这种先进的信息技术 引入到我们的建造行业里面来 比如说我们其实模型描述的是一个 在电脑里面是一个虚拟的建筑模型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现场的环境的实际的数据 那它的现场的地形是什么样的 现场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并没有实际的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引入 这个无人机倾斜摄影的技术 或者三维机关点音扫描的技术 可以快速的就把现场的信息 采集过来整合进来 那么我的这个建筑的模型 就可以放在实际的这种产地里面 去做分析做策划 辅助我施工过程的模拟 再比如说我们建造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物联网的 传感器的技术 去监测施工现场 比如说我有多少人工在工作 我有多少材料进产在应用 还有比如说我哪些施工机械 那么这些数据 那么都要通过传感器 去采集我现场的信息 整合到我的并模型里面来 最后形成数字工地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达到一种数字轮身的概念 那么有了这个数字轮身的概念以后 我们再做虚拟的建造 再做分析就更准确了 它管理就更高效了 也就是说我们电脑上 看的这些数据和现实的 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对吧 如果现场的数据发生改变的话 那我们电脑里的这个数据 会自动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 是吗 还不能说达到了 我们也是在路上 在某些领域达到了 某些领域还是在探索过程当中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要修一个边坡 我们在电脑里有一个边坡的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把挖土机上加载上专用的设备 让它跟电脑当中的模型进行关联 然后我这个模型就去指挥挖土机 去把这个边坡给修出来 而不是靠开挖土机的功能去修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技术难点是什么 难点的话 其实跟功能有一定相关性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大量的工程数据 自动的去跟这个模型建立关联 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个项目 它可能工程文档可能有1万个 或者10万个 那么你要能够去把这些数据 跟我的模型关联 实际上是没法接受的 会增加很大成本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建造一个 完全数字化的一个建筑的话 其实这个建筑要用到很多的传感器 对不对 对对对 通常我们会用到多少这个传感器呢 对传感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这个传感器实际上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建造阶段 要应用的传感器 可能是监测 比如说施工过程中 我的机坑的变形 或者我施工过程中 结构的一些变形 那么这里面其实现在 比如说有能源监控的传感器 有材料监控的 还有这个设备监控的 现在其实这块用的倒不是很多 可能每个项目 大概在1000个左右 就有这种概念 那么在运营阶段 其实就是我们楼宇的实用阶段 运营的传感器 可能是比较多的 其实像比如说 我们一个大型的公共建筑 比如说5万个平方 那么它在投资建设里面 就会有大概 可能1000块左右一个平方的成本 投资就是用于 布设这些智能化的传感器的系统 那可能像有像对楼宇的 比如说空调的 这种楼宇控制的系统的传感器 还有像我们用于视频监控 这种安防的传感器 还有像我们消防应用的一些传感器 可能每一个项目 我们像比如说5万平方 那个公共建筑 可能大概在1万个传感器左右 对于我们的建筑而言的话 这个数字化转型 它是属于更省钱了 还是成本更高了呢 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它是要投入的 因为你原来没搞数字化 你现在搞数字化了 那比如说你传感器 你要去买啊 但是有这些数字化转型以后 它能够更加稳定 更加可靠的运行以后 它最终是会给我们更省钱的 数字化建造技术应用 日趋成熟 建筑全生命中期管理校囊 有望提升 它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建筑语言 把设计它建的模型 信息传递到施工 甚至传递到运文 这个让我想起来 韩国一个百货大厦 两位应该都听说过的 当年它也是非常轰动的 因为这个楼塌陷的时候 一共建造了才有5年的时间 它可以预防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稍后请继续关注未来邀请函 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驱动发展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未来邀请函 屏幕下方是我们栏目 最新开通的科片打假热线和油箱 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 欢迎您提供给我们 好 继续今天的节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商用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 在近几年显著增长 而这类建筑不便具有规模较大 服务人群多的特例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 同时还要兼顾降本增效 价值提升 这已经逐渐成为 城市商用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 所必须面临的新课题 在中国提出 2060年前 实现探中国的背景下 建筑作为我国 就能减排的三大重要领域之一 无论是在施工阶段 还是在运行环节 如果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将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很多建筑企业都在提一个概念 叫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两位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建筑的全生命周期 大概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去造一个建筑 我们首先有一个策划 有一个规划设计阶段 所以它的全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常规讲的我们建造阶段 就是我们有了图纸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纸变成了这个建筑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现在常称的 叫运行维护阶段 就是这个建筑建成以后 它要使用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要维护 如果有坏了的地方 它要维修 如果这个建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使用功能发生变化以后 它就会面临更新改造 这么一个阶段 甚至直到这个建筑 它到最终 它可能是会拆除 其实数字化技术的出现 其实为我们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实现 提供了很好的手段 其实我们原来来说 就是建筑的设计 施工运维 可能都是由不同的单位来承担的 所以它之间肯定存在一些 信息的断层 或者信息的孤岛 那么BIM技术的出现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 标准化的建筑语言 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 从把设计它建的模型 信息传递到施工 甚至传递到运维 这个让我想起来 韩国一个百货大厦 两位应该都听说过的 当年它也是非常轰动的 因为这个楼塌陷的时候 一共建造了才有五年的时间 对 非常软 如果它用到了这个数字平台的话 它就能清楚地知道 它的楼哪个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 然后用的是什么材料 合不合规了 对不对 对 基于这种BIM的 或者速度化技术的 这种建筑的智慧运维的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就可以把 建造阶段的BIM模型的数据 还有我们运营阶段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机坑的变形 还有楼的变形 还有我们大量的建筑里面的 设备系统的运行状态 比如说我空调的出风的温度 或者说我的环境的温湿度信息 全部整合到这个平台里面来 包括我的建筑里面有多少的人在里面 全都可以去监控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原来的设计的信息 进行对比分析 或者跟我们运行的一些规则 进行对比分析 那么我们如果发现一些异常情况 它就可以自动去报警 推送到相应过的管理人员的手机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避免您刚刚说的很多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平台 是不是对于施工单位 或者是一些材料的提供商来说 是一个监管或者监控的一个好处呢 对也应该是有 有这样一个好处 就很好的避免了一些豆腐渣工程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 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 你不可能有这种造假 有不可能用劣质的东西 所以对整个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是会有非常好的益处 这个其实也可以支持 我们现在所谓的终身责任制 对 这个楼上你造的就永远都有记录 能不能再具体的举个例子来分析一下 数字化的建筑运维 比传统的建筑运维 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在我们深海市新华医院 大概大大小小有28栋建筑 那么其中有两栋建筑 它是应用了我们叫 数字化运维的技术的 那我们在对它正常运行的数据 做了对比可以发现 这两栋建筑 它的单位面积的报修量 大概是其他的大概一半左右 就减少了一半左右 那么它单位面积重复报修 这种特别影响这种建筑 使用体验的 可以减少90%以上 那么它的建筑的使用的能耗 大概可以减少1%左右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大楼 有一个健康的档案 它运行的档案 就相当于对一个人来说 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的 一个病例的记录在那里 你要想知道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很方便地去查询 如果你在里面 你要做一些变更 如果我要改变它的使用功能 是不是可以以此作为依据 来判断我是不是能够干这件事情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26.4万亿元 同比增长6.2% 增速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88% 支柱产业的地位违固 不过在产业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建筑能力增强的同时 建筑行业利润增速放缓 产值利润率持续下滑 从业人数减少 签订合同总和增速放缓的问题 也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 要实现提升产品质量 优化管理方式的目标 往更精细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将会成为一条必经之路 可能建筑这个行业给我们的印象 它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现在我们都在说各行各业 都要数字化转型 传统行业建筑行业 它的数字化转型 会给我们未来带来哪些变化呢 建筑行业确实是个传统行业 这些年由BIM技术应用 而引发的数字建造 以及它的数字化的转型 那么会给我们整个的产业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首先 它可以使我们的建造过程 使我们的建筑 更加绿色高效 因为我们节约了能源 降低了损耗 第二呢 可以使我们的建筑和建造过程 更加安全高致 比如说刚才讲的 可以防止这个建筑的 这个损坏的情况 如果它有损坏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监测到 第三个呢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 工业化建造的实现 我们希望我们今后造房子 就像造车一样的去建造 我们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使得我们的作业 从手工作业变成工业化作业 第四个对我们这个行业 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 我们原先是把它的三个阶段 是割裂的 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全生命周期 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 比如说一个建筑 它有设计的 有拥有者 有供应商 那么这个是构成了一个全产业链 所以我们最后 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 我们可以实现 全生命周期 全产业链的协同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也会对我们建筑使用阶段 带来很多的变革 其实原来我们 因为是重建设轻运维 其实可能建造的人 他不懂运维 或者运维的人不懂建造 那么通过数字化建造应用 其实天然的会在建造过程中 积累很多宝贵的建筑的资产 这些数据 可以用到运维阶段 那么可以提升我们运维的效率 鉴定我们运维的成本 因为其实整个全生命期来看 运维阶段的成本 可能占70%以上 那么这个电极会有大幅的减少 如果是数字化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成本能减少多少 就是后期的运维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明确的估计 但是从我们应用的案例上来说 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在运维阶段 至少可以减少我们一个建筑运营的成本 10%以上 相信这个随着数字化的应用 越来越深入的话 解约的成本会越来越多 那未来建造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两位觉得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技术层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BIM软件还是国外的软件为主 那么它可能跟国内的一些需求 是不一致的 那么我们要不断去研发 国产的这种BIM软件 还有比如说网络方面 那么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技术 在公定应用 可能会面临没有网络的问题 那么这个可能随着5G 甚至6G这种技术的发展 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管理方面的问题 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管理模式 可能还是比如说 基于二维图子的管理模式 那么还有很多 其实没有把我们大量的数据 并模式就是用的最好 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建造的应用 实际上还是处于 刚刚起步的这个阶段 做到现在我们积累的数据的量 还不够大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出决策 我们要大数据分析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数据的积累 那么对我们今后利用数字建造技术 通过计算机自动的去做出分析判断 才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数据的积累也是一个必须突破的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数字建造的技术的应用 现在我们还是从点上的应用开始 我们逐步逐步要从面上去扩展 把它变成一个行业的一个技术 把它作为一个行业转型的一个方向 到这个时候它才可能真正的起到它的这个功效 稍后请继续关注未来邀请函 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驱动发展 好 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安全舒适健康节能低碳 人们对于建筑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高 未来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 建筑行业仍将会承担重要的作用 而数字化建造技术的深入发展 不仅能帮我们破解结构复杂 难度较高施工困难的建筑项目难题 也将赋予楼宇智能绿色的全新生命令 你见过戈壁摊上万镜追日 转化为清洁能源的壮观景象吗 卡式的好处是它能聚焦的太阳能比较大 就是它可以聚到600个太阳 这座被称为超级镜子发电站的建筑贝后 又有哪些核心科技 上半个镜子可以自动的调整角度 我们是用到了什么样的技术 这个技术难不难 要让一万多变镜子同时在不同的角度 做同样的事 在这个制造的过程中 它要求的是要达到 入十分之一度的这么一个精度